我现在手里拿着的是 我已经使用了快半年的 腾龙50400超长焦变焦镜头 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 百百龙门镇两个话题 第一就是我对这支50400镜头的 一个长时间使用下来的心得 缺点优点等等 因为我觉得许许多的东西 还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使用下来 才会对这些产品镜头相机或者其他东西 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了解 另外我会结合我自己以往 使用了许许多多的长焦超长焦镜头的 实战户外拍摄经验和大家分享 摄影师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认识长焦镜头 让长焦镜头发挥出它本来应该有的创造力 因为这个是直接影响到你的钱包问题 欢迎继续收看自然摄影师雷宇的 龙门镇摄影连续剧 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段时间 我用50400镜头拍摄到了 哪些精彩的照片和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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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长达12年的摄影经历中呢 我拥有过和现在持有的长焦镜头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比如说单反时代的80-400 二代黎康的 什么小钢炮80-200 70-200 2.8 还有佳能的100-400那种推拉的 二代了就是变成赚的 都拥有过 70-200 2.8 爱斯小白兔二代 70-200 F4 腾龙150-600一代 单反时代四马的50-500 还有四马的150-600 等等 许许多多 进入微单时代了 同样也是 索尼的100-400 索尼的70-200 索尼的200-600 腾龙的150-500 定焦 大炮 比如说单反时代 我有过黎康的400定 现在是索尼的600和 这个 这一支 这一支 这一支400 好吧 600和400 当然我不能全部带出来 我只背的东西一个 一个我都不想背 所以就带了这一个400定 这个是 所以我就想结合我自己 使用这些长焦镜头的经验 来真正为大家 以实际实战 拍摄这种经验 来为大家讲解 如何选择长焦 超长焦镜头 首先呢 我要说明一下 我这个频道呢 主要是做自然风景 和野生动物摄影 现场教学的一个频道 如果更在看视频的 你是喜欢拍人像 拍小姐姐的同学 拍人为主 旅行为辅 或者很少旅行风景 我建议你直接考虑 70-200-200 这次镜头拍人是非常非常好的 如果你想偶尔出去旅游风景拍 是占10% 20%这种情况的话 我建议你在70-200的基础上 再配一个两倍的真距镜就OK了 虽然说真距镜确实会给我们带来 比如说画质啊 对焦啊 还有光圈啊 还有其实不光是这三样 还有很多的其他不好的东西 这个以后我找机会再来讲了 但是呢 我这个频道我相信在看视频里啊 大部分同学是拍旅行风景 甚至有一些是拍野生动物的爱好者 那么这部分同学我们如何来选择长焦镜头呢 户外的摄影爱好者呢 往往需要背一些 比如说一台相机两个三个镜头 和三角架呀等等一些辅助的配件 出去寻找风景 寻找野生动物来拍摄 那么这个时候 以我这么多年户外的拍摄经验来讲啊 非常不建议大家选择那种超规格的大镜头 比如说200-600 60-600 150-600 超规格的体积镜头 你首先放不进你的摄影包 或者你就算是放下了 它会严重干扰你放其他相机 其他镜头 其他辅助配件的一个空间 你如果摄影包小的话 那就单独拧一个口袋 好吧 这个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一个好的长焦镜头 首先是摄影师愿意把它带出门的 才能叫好的镜头 如果你光是光学素质很好的镜头 那么体积里做得很大 重量很重 那我根本就不想把它带出门 我不想带出门 那这支镜头有何意义呢 如果你刚买啊 就是一个比如说200-600 60-600 你刚买可能前面一两个月有新鲜感 你愿意把它带出门 但是时间一久 你相信我大部分的同学啊 不会想把它一天单独拧一个口袋 去徒步的 太累太重太大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户外摄影师 选择这种超长焦镜头 所要考虑的第一因素就是 镜头的体积重量 即使是有同学说 那我就愿意背一个大镜头去徒步去登山 是 你当然是可以 但是你要明白我们摄影它是一个艺术创作 我们这种叫艺术设计 它是需要一定的氛围 一定的心情的 当你背很多镜头器材 很重的一包长时间徒步 你的心情一定不会很好 就是你太累了 即使你的心情很好 但是太累了 那个时候你是不会有那种创作的欲望 或者创作欲望会大大的降低 就像我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过 为什么我驾车往返4000公里 拍摄失败 最大的原因就是可能之前我去肯尼亚 拍摄也是弄我强度太大 和开车太远的一个原因综合导致的 所以就没有创作欲望 然后我就白开了 我身后这个小木屋 同学们觉得怎么样 其实这个小木屋我告诉你 我拍摄一张不能说叫风景大片 那种旅行旅游罩的话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附近其实还有很多这种小木屋 风景还可以 然后在扇扇步啊这些的同时 拿一杯可口可乐 是吧 可口可乐 这个灵魂加持一下 我觉得心情会更好一点 哇 这个灵度 自带冰 冰镇可乐效果的 喝起来真的是太爽了 刚才我说的是你以拍旅行风景为主 可能偶尔你拍拍了拍拍动物 那你这样选择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有个例外 如果啊 你是一名非常喜欢拍摄野生动物体育的摄影师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建议你考虑200-600 60-600这样的超规格镜头 因为这种到600的焦距呢 确实拍鸟啊 拍野生动物会有比较好的提升 接下来呢 我想讲一下腾龙50-400这支镜头 在开始之前呢 还是为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半分钟的时间啊 我的奇幻美影课程 免费加餐的第23课已经上线了 同学们记得去看一下 这一节课 对于那些想要从事职业户外摄影师的同学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在那节课里面详细和大家分析了 这个如何来做呀等等 它的一行业的发展啊 赚钱的渠道啊 一条一条都来分析透彻了 OK 记得大家去看一下 腾龙50-400 我使用了近半年的时间 其实我在使用了两周过后 出了这期视频 相信有一些同学是看过的 当时我就在视频里面 讲过这支镜头的一些优点缺点 今天呢我想补充一下 我长时间使用下来的一些心得 首先缺点 虽然啊 腾龙50-400这种超长焦变焦镜头 在这个规格下 它的重量体积已经是非常非常轻便的 但是呢毕竟它不能跨越物理的一些限制 它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镜头 原厂不配脚架环 当你升到400的时候 重心太往前倾了 腾龙下次还是应该出一个脚架环 让消费者再额外掏100多200人民币的话 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你不如直接就配一个 好另外一个缺点呢 其实也是优点 前面滤镜口径是67的 这个优点 我就不再过多描述 相信大家都知道 可以为你节约额外的一些减光镜啊 等等一些滤镜的成本 但是它由此也带来一个问题 它的一个胶外虚化的一个效果 会进一步下降一点 当然这个话说回来啊 买这种50400或者100400这类型镜头的通讯 那肯定不是为了虚化去买是吧 肯定主要是为了实用性等等这种 就像我之前也说过 这种到400的镜头为了控制成本 体积重量等等光圈都比较小 虚化能力都不是那么的好 就像原厂的100400 虚化能力又能强到哪儿去呢 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半斤八两 但是确实50400会相比 比如说100400来说 它的虚化能力会进一步有所下降一点点 至于腾龙50400这支镜头 它的优点那就太多了 而且我所讲的优点 都是经过我大量的户外实战拍摄为前提的经验 来和大家讲解这支镜头的优点 而不是在家里理论想象来做的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这支镜头的锐度光学分辨率的表现 我可以用报表来形容 甚至我毫不夸张的说 在我去肯尼亚拍摄了一个月的时间里 我带了600电 50400和200600 我在肯尼亚的时候没有感觉到 当我回来导注到电脑大屏幕过后 我会明显的感觉到这支镜头它的分辨率会比200600更好 而且是比较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是户外实际的一个表现 我来和大家分享 而不是拍测试图 测试图那个东西 我觉得你确实可以参考一点点 但是它不是最终的一个表现 好吧 有些东西是需要你带到户外实际去拍摄 或者实际有两支三支四支镜头对比过才知道的 第二个优点呢 可能有许多同学有例外啊 因为我会讲它的遮光罩 好吧 其实这期视频我也有讲过 我个人认为是这种超长焦镜头里面设计的最好的 没有之一 因为它可以这样你反扣过后 它贴近这个镜头的 这样的话会为你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直接这样放进摄影包 而不用单独把遮光罩拎下来 放进一个相机包单独的空间 第三个优点呢 就是它的对焦 真的是非常迅速非常准确 快准很 好吧 绝对的快准很 用半年时间 丝毫没有感觉到它和原厂的200-600 100-400 400定 600定 有任何的差别 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它的对焦会更快速更迅速一点 但总体来说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不要认为腾龙50-400作为一个副厂它的对焦就肯定比原厂慢 另外呢我想聊一个从哲学的观点来出发 来讲一下关于原厂和副厂它的一个误区 在我看来啊作为我们消费者根本就没有原厂和副厂的分别 只有好镜头和坏镜头的分别 原厂的同样有一大堆非常糟糕的镜头 那些糟糕的镜头你不会因为它是原厂你就去购买吧 你只会因为这支镜头它的光学 包括体积重量对焦做工等等这些方面来考虑你是否购入这支镜头 而不是因为你某个品牌 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当然可以完全不赞同这些都没有关系啊 第四个优点呢就是它的做工 我在肯尼亚那种风沙很大 而且环境还是比较恶劣吧 每天在车上这样抖抖抖抖一直抖一直抖 等等我没有带UV啊 这里面我目前啊 里面没有发现镜片里面没有发现一颗灰尘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三房还是比较好的 综合来说50400这支镜头啊 就是它是一支能让户外摄影师带出门易于使用的镜头 而且不会因为这支镜头的一个体积重量 而影响到我们创作的一支非常好的镜头 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